哈喽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香菜是我们做菜常用的调味品之一 可是我们有时候买了香菜一次性吃不完 放两天叶子就会发粘变黄了,非常的浪费 那么今天妙招姐就给大家带来两个保存香菜的小妙招 就是放上一年也不会坏 方法一,首先我们将香菜洗净晾干水分 然后再切成平时用的小段 接着再把切好的香菜装入餐盒中 香菜装好后,再放入冰箱冷冻室就可以了 这样放一年都不会坏 这一盒是妙招姐之前保存在这里的 这样保存的好处是随用随拿,不需要每次都切,非常的方便 那这里很多人肯定会担心香菜会不会冻在一起 这个只要大家把香菜洗干净后水分晾干 再切好放进冰箱是不会冻在一起的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每次用多少就拿多少 如果一旦放在外面化开了,再放回去,香菜就会很容易变质 方法二,这个方法适合家里没有冰箱的人使用 首先我们把香菜洗净,并处理掉发黄的叶子 接着再将香菜的根部剪掉一半 现在我们再烧一锅水 水烧开后再加入适量的食盐 然后再将处理好的香菜放入锅中焯一下水 但注意只要10秒钟就可以捞出来了 刚才我们在锅中加入食盐是可以起到固色的作用 使香菜焯水后颜色保持翠绿 捞出后再马上过凉水 那么过凉水的作用也是为了让香菜颜色更加的翠绿 另外香菜只烧水10秒钟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影响香菜的味道 而且还可以去除香菜表面残留的有害物质 吃的时候更安全放心 香菜过完凉水后 我们再找一个干净的衣架或绳子 将香菜一根一根的这样挂上去 全部挂好后 我们再将它挂在阴凉通风处晾干 但切记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那么香菜晾干后 我们再将它放入密封的盒子里或者保鲜袋内 这样就可以长期保存了 要用的时候 只需要用温水泡开即可 香菜这样保存即可保留香菜原有翠绿的颜色 又可以最大限度保留香菜原有的味道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方法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如何保存香葱的小妙招 和如何保存大蒜不发芽的小妙招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后回复 保存香葱和保存大蒜就能看到哦 除此之外 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400多个 实用有趣 省钱省店 便费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妙招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